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咋不跟人去搭个善说句话什么的呢 我不知道咋开口啊 搭善呢一般有几种方法 第一 问路 第二 问时间 第三 装熟耳 记住了啊 而且说话的时候 问的时候语气一定要温柔 不能太愣 我明白了明白 记住没啊 记住了 来 阿力来 你在前面走啊 大兵在后边追 来 准备好啊 准备 走 你是我们医院在哪儿吗 大兵 你这干什么呢 你把劲儿甩匀了 倒匀 倒匀 把劲儿倒匀 你看阿力都看出来了 明天你上医院 你把劲儿倒匀了 然后好好跟您说 听听听听 我太紧张了 我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好点 走 那个 你好小姐 请问一下 卫生间在哪儿啊 洗手间在那边 我家也在那边 要不我带你去我家上洗手间 好啊 谢谢 谢谢 哇 那个 这个第一步算是成功了 今天然后紧接着 这种细细的攀谈 然后把这个人家电话 要过来 不就 啊 好了 好了 那个小姐啊 特别感谢你啊 就是我其实 能不能给我留一个联系方式 完了我回头给你打电话 我请你吃吃饭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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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附近有一家 特别好吃 特别好吃的饭店 然后我们吃完晚饭呢 还可以去K哥 怎么样 那个行行行 阿丽亚阿丽亚阿丽亚 这么大阿丽亚 我觉得练得差不多了啊 谢谢你配合我啊 我可以实战一下 我试试 我实战一下啊 不 你再练练呗 我不用了 不用了 我实战一下 你心里有礼啊 大平回来了 怎么样 哎呀 不行啊 你这刚才不走出门之前 不跟阿丽争挺好的吗 是啊 我是遇到几个像阿丽亚那样 极品的姑娘 我一点也不紧张 但是我遇到几个稍微漂亮点的 我就老紧张了 我明白 你这个啊 你这个 你的自信出了问题 你得提高自己的自信心呢 那咋提高啊 这样 我非给你找个漂亮的陪练不可 我找着 我找着 大平师 姑娘 姑娘 那个 你 你好 你好先生 你那个 一个人吗 一个人啊 那个什么 我可以和你拼了吗 什么玩意 谁给你拼了 你现在是武术界的一个新型 你是业界的骄傲 所有人就为了你这个武功 全都你姑娘 往上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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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 我还注意什么玩意 我练 我错了 我练 我练 我错了 帮你呢 你干什么 我知道了 我知道了 不好意思 这都两伙了 明白了 明白了 第三伙了 我来 我找着 你好 姑娘 是一个人吗 是啊 一个人 你上哪啊 咱们可以一块拼个车吗 上班呢 上班啊 稳住址 那个什么 你在哪工作呀 我在梦幻两养院 是吗 太巧了 你在梦幻两养院呢 我就在你旁边 在旁边 那个 你叫什么名字 姑娘 你叫我小言就好了 小言 大名 名人我问来了 现在最重要的一块 要电话 这块呢 你要浪漫一些 增加点浪漫气息 我告诉你 你这段弄好了 能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 怎么怎么拉近呢 你让他把电话给你写手上 不行啊 我这手心一着急 就爱出汗呢 怎么样 你去准备个白T恤 让他给你写T恤上面 这就行啊 赶快去准备白T恤 我去啊 我去啊 我去 加油 玩呢 大编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怎么样 那挺好 电话号码都留回来了 什么 看看 1383333881 这号码挺好记 叫啥名啊 这姑娘姓好特别啊 啥呀 姓半 名正 半 半正 那不用我按我说的做了吗 我按你说的做了 你肯定是运用的不够熟练 我跟你说呀 这就是一个长期训练的结果 小言这么的吧 要不我我我包你半年你还行 我以为你陪我练 你看我这麻花饼 我特意问你 别别别 你要包谁你说 我不是包谁 我是说让小言陪我练一下消除心里的阴影 小言呢 那个我这个心里也有阴影 你先帮我消除一下呗 我这个比他片小 好不好 什么片大片小 你有炕呢 啊 你那柳护车有正事拿柳护车是不是 哎呀对了 我还有好多好多事要忙 我特别忙 我早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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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我发现你们 小年 你心里那阴影叫给我吧 你要帮我 行行行 要牙呢 我呢